繼續我們請方信淵議員發言 方議員請 謝謝主席 市長還有事務團隊 大家都辛苦了 我相信大家 面對 還是未來更艱困的一個 角色 市長 你是否會感覺 民進黨 對你永遠都充滿著仇恨 有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過去 高雄市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所以他們一直把高雄市 當作他們的家產一樣 自從你當任 高雄市長以後 他們內心就充滿著仇恨 所以 他們這一次 也是希望說藉由這一次 把他們家產拿回去而已 所以市長 也不要太威心 因為即使你做得再好 你也知道非常的用心 來搞把高雄市政做得更好 讓市民 更有感 但是 再做了再怎樣的 一個努力 絕對不會受到他們的認同 尤其像你 不貪污 不包工程 甚至 不吵土地 像這種市長 相信本行 擔任二十多人來 我絕對沒有碰到過 讓我本行感覺 自從你當選以後 那我本行感覺 自己 才 還像真正在當議員一樣 所以 非常感謝你 這 一年多來的努力 陪伴本席 在一年多來 雖然是擔任二十多年 但是感覺 真正有在做事 才這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非常的感謝市長 還有市府團隊 大家的用心 接下來 相對的這一波的疫情 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之下 除了我們整個台灣 都 在處在 這一個多月來 都在一個零確診的一個狀態 這是非常可惜的一個地方 高雄市 也更在一個 零本土化的一個案例裡面 所以 本行也要非常感謝 所有的第一線的一個防衛的一個人員 大家的用心 把成績做得非常的好 也讓我們市民更加的安心 雖然 這波疫情也慢慢的一個快要結束了 但是接下來所要面對的就是 市民的一個生計 還有經濟力 如何 提高的一個問題 所以 對於 對於農漁民的這個疫情裡面 我也知道 傷害的非常的多 過去我們市長 相對的也非常的關係我們農漁業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過去市長也經常在提 貨出去 農漁業 產品的一個推銷 等一下請問市長 108年 我們農產品的一個外銷大概有多少 還有108年 漁業產品 大概外銷有多少 包括整體 我們農產品 農產品 跟我們107年 相對來比較 它的成長幅度 大概有多少 這是相對的 整體我們農漁業比較關心的一個 地方 針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請市長先回答一下 請韓市長答覆 謝謝方熙醫院議員的指教 關於我們農產品外銷 去年是 7.4億元 漁產品的外銷約 92.4億元 農產品的外銷含加工品 比前一年度成長73% 那漁產品 比前一年度外銷成長6% 特別跟方熙醫院來報告 謝謝市長 大家想一想看一看就好 光一個一年度 就成長了 將近73% 這麼好的一個事務團隊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所以本期感覺非常的一個納悶 所以 這是針對我們108年 在我們全體 我們市府團隊的努力之下 漁產品 相對的 農漁產品相對都非常的好 但是呢 對於這一波的疫情 我們 農漁產品相對的 都非常照顧連天 尤其內銷的部分 你也知道 很多視頻朋友都沒有 辦法出去 到外面用餐 這些比較高經濟價值的一個 漁貨 相對的都往下滑 更慘的是外銷的部分 漁貨還有養殖漁業 譬如我們 迷陀的一個 虱目以 永安的 濃膽石斑 今年 外銷 今年 相往大陸東南亞 幾乎都是停擺的一個狀態 永安的石斑魚 過去 每個月至少都有三 三次的一個疑惑 但是現在呢 三個月 才能出於一次 價格更 直接砍半了 所以相對的不符成本 感謝市長 大概三月底的時候 也到我們永安區那邊 用網路的一個直播的一個方式 來做我們幫忙做一個 十八月的行銷 這個狀況非常的好 所以包括 我們那些移民 還有包括漁會 都 都會非常感謝我們市長 這一次的幫忙 但是我這一次 正對這個部分 還是要請問 市長 正在這個疫情 對於我們農移業 所造成的損失 我們事務 這方面 有沒有 主要的一個配套的一個措施 有沒有 來協助我們 農移民 有沒有 請市長先為 再次感謝方議員 其實這次新冠疫情 帶來的衝擊 遠超過 所有 所有人的想像 包括 很多叮嚀大名的經濟學家 防疫專家 大家都沒有想 這個影響會這麼的大 你看到美國 我昨天看到最新的報導 已經三千五百萬人 在領失業救濟金 還有三千九百萬的 美國人在領 食物券 那大家都在刺激經濟 都在這樣做 那關於您最關心的 我們食斑魚外銷 其實我心中是有一條線 我很希望我們高雄農產品 水產品30% 外銷 70% 內銷 那這樣的可以支撐 讓農民漁民能夠獲得 比較好的 生活 以及 收入 那今年這個 實在這個疫情 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可是要跟方議員報告 只要市政府這邊能夠幫助我們 漁民朋友 外銷這邊 需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定很樂意 不是光個人去直播 我們甚至願意 盡可能的來幫助 漁民朋友外銷 那這一點要跟報告 另外一點 農產品外銷 特別是 國品部分 我們事實上 農業局這邊 也做出了非常多的突破 一個月前 我去六龜 第一批聯務 也外銷中國大陸 現在我們針對 中國大陸 還有包括 新加坡 甚至 杜拜 我們能夠外銷的 我們一定會幫助我們農漁民 農漁民的朋友 我相信市府團隊有這個心 請議員 回去 需要告訴業者 需要市政府這邊怎麼配合 也請業者來告訴我們 我們也很樂意來做 謝謝 謝謝市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簡單再請問市長 因為針對這一波的疫情 相對對我們高雄市 產業傷害非常的大 但是對於 我們中央 對 其實 一般民眾都希望他是 花現金嘛 而且這一次 不但沒有花現金 好像搞個大家能滿雅歡 雖然是區區的一萬塊 大家好像是 從一個 舊住金 就變成一個 一個什麼 舊平金一樣 所以其實在我們 亞洲裡面 四小龍的一個部分 包括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其實 幾乎大家都有花現金了 從一萬多塊到 甚至到四萬塊 都有 只有唯獨台灣沒有花現金了 這對於台灣 整體的一個救助 根本就沒有幫助 只是造成公務人員 的一個辛勞而已 所以在此 我也請問市長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 有沒有因應的一個作為 如何來救助我們 該有的商家或者 一些夜市的一個癱瘓 有沒有 有沒有 請市長先回答 請市長答諷 謝謝房行員議員 我們現在請金發局 大概準備五千萬 我們就是來 投入我們觀光 夜市 商圈 我們希望這個錢 產生循環 另外一點 剛才跟副市長 整個商量 就是怎麼樣能夠刺激 如果我們這邊能夠準備 5億到10億左右的規模 屬於消費券 讓這個 5億 10億在高雄 滾動 也許這個可以刺激 整個高雄的買氣 那這一點要經過 議會同意 所以目前我們在研究 第三 我們還是希望 很多的朋友 不管是高雄 或者外縣市 來高雄多多買東西 所以我們會推出 一系列 一系列的獎勵措施 買得越多 將來可能就有機會 抽獎越多 這方面刺激買氣 我們也正在做 正在研究 謝謝方議員 繼續我們請陳麗娜議員發言 陳議員請 謝謝 我想 最近一直都在談 有關於這個 罷罕的事情 我們常常告訴民眾說 我們有3000億的負債 我們有5000個天坑 我們有 親付案要解決 氣包散款要查 任何的一個事情 對高雄市來講 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那這些事情似乎在民眾的感覺裡面 我覺得 很容易去忘記 天坑的事 然後3000億的負債 這個都是 不久之前才發生的事 但是 高雄市民是這麼樣的善良 對於 前者所發生過的事情 其實是給予很多很多的包容的 所以呢 即便呢 陳局市長很有可能去做監察院院長 高雄市還有很多的案子 是跟他相關的 似乎 在媒體上面被討論的機會 還是很低很低 然後呢 我們常常掛在嘴邊講的 陸屏 水溝清 陸燈亮 這些詞 講得好像很順 但是問題是 民眾其實是無感的 民眾其實是無感的 所以呢 在這些 我們看起來 似乎民意代表 覺得很重要 我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市政裡面 應該要很順暢的一塊 甚至市政 市府團隊是應該要非常的清廉 而且要非常努力在市政的工作上面的 但是這些事情 跟霸函相比 似乎也沒有人在意呀 所以這一路上面看起來 我覺得就說對於霸函來講 不過就是一個感覺 民眾的感覺 這個民眾的感覺 如果說沒有跟當時 韓市長想要去選總統的時候 那個 當下 突然間民眾有一個 好像 被 韓市長感覺就是 有那種市長 突然間好像有 本來 就今天很多人講的 誠信的問題 就誠信兩個字 似乎 把所有韓市長在這一段時間 所努力的過程 似乎都遺忘掉了 但是請問一下 有人能夠否認 現場所有的官員 不夠認真 不夠優秀嗎 似乎也沒有嘛 是不是 那是到底是韓市長出問題 還是韓國瑜出問題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覺得 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必須要先搞清楚 一點 今天 如果你去罷韓了 然後呢 後續我們所要接受 高雄市民 所要接受 所要承擔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除了很多的這個 費用用在 這一些 選舉罷免上面之外 然後我們還有更多的是 一批一批的 練習生 不斷的進來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不斷的當成這些 練習生的 練習場 過了不久 如果真的有新的人誕生 他可能 一年後 他在高雄市政府 訓練一年後 還沒有摸清楚 高雄市政府的 所有狀況 他又要步入選舉了 這四年來 高雄市 難道就要這樣子的 輪迴下去嗎 這四年來要空轉嗎 是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 韓市長團隊 所做出的東西 但是並沒有被市民朋友 所重視 這是我覺得 很心痛的地方 但是呢 對於 市長那天 所提出來的 對於不投票 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必須要再 說明 為什麼 因為 其實 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支持韓國瑜 韓市長 這些支持的朋友 其實呢 非常的擔憂 這麼努力的韓市長 但是為什麼 一路上面似乎是 絲毫沒有力道去抵抗 這些外面 不對的言論 但是呢 在這 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好多的朋友告訴我說 那到底 我們要不要去投票 我們為什麼不去投票 我們要投下那個 我們 不罷函的那個反對票呀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必須要告訴所有的朋友 到底是為什麼 市長當然你可以講說 其實我講過一次了 我覺得 大家都清楚 我們的方向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必須要讓所有的支持者 我瞭解到就是 這個 這個 所謂的不投票是什麼東西 不論今天 霸函的結果如何 我相信 這個 罷免的選舉 過程 過程一定要平和 在高雄市絕對不可以出亂子 我相信 我相信在場的所有人跟所有的高雄市民都同意這件事情 今天 今天我聽了一整天所有議員的質詢 其實我心裡面也頗擔心的 那 問題出在哪裡 在一路上面的這一些 質詢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提出就是說 不投票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 不投票的這件事情 是一個陰謀論 所以 不投票是什麼 我們記得 以前有一個 廢票聯盟 廢票聯盟 其實它也是一種 民主的 一個選舉的 一個表態 不投票 它也是另外一種民主 我們選擇的方式是 這樣 但是 對於民主 非常熟練的 這些民進黨的 議員們 對於所謂的民主 他們能夠了解嗎 今天所看出來的 他有沒有去尊重這些 支持韓國瑜 韓市長的所有支持者 決定 不投票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投不投票 都是民主的表現 這個事情 我們是必須要被認可的 但是呢 我很擔心的是 萬一 在現場 大量的外縣市的人 湧進來 然後呢 在這個 投票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 會產生一些衝突 有沒有可能 然後呢 我們的支持者 必須要懂的是 不投票 代表的是 我們要 高雄要安定 高雄要進步 我們希望他們不要出來投票 是因為我們希望這一場選舉 是 平和的 是順利的 可以讓他這樣子平平順順的渡過去 這才是我們要的啊 這才是我們要的啊 就像市長講的 如果高雄 不禮貌 高雄如果髒亂 高雄如果秩序不好 誰要來高雄玩 是不是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 一個民主的風範 要把這個選舉辦好 大家就要遵守規矩 說民進黨又是雙標黨 我們講一下這個事情 從以前 小英總統選兩次 哪一次沒有號召全國來監票 是不是 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不要呢 兩套標準 那 剛剛也有其他的議員提到了 曹完榮曹局長所發生的事情 那民進黨真的這麼害怕嗎 今天 你的支持者如果真的要出來投罷喊的一票 他會因為這樣而不出來投嗎 不會嘛 是不是 不要在這上面做文章了啦 我在這邊還是要重申一下 那我今天害怕的是什麼 因為今天有一個議員 他說 他要叫 外縣市所有罷喊的人來高雄 看哪些人在監票 這句話我說真的 聽在耳裡 非常非常的擔心 這件事情可能會引起很大的一個紛爭 我要拜託 民進黨 中央黨部 是不是要收回這個議員 或者他是不是你民進黨黨中央給的命令 拜託請收回 拜託請收回 不要製造高雄的紛亂 那我在這邊要請問市長的事 那我在這邊要請問市長的是 你是不是可以告訴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麗娜議員問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民主 保障的人民有選舉罷免的權利 不去投票也是一種民主 這真的是 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另外一點我再三呼籲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是高雄市民 請你6月6號不要來 就是怕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或者言語上的刺激 那民進黨的議員 有人如果提出來 所有外縣市人都來高雄看監票 事實上 我也很擔心 我相信警察局長也很擔心 因為你有可能會製造一些很多不必要的衝突 所以那天外縣市的朋友 希望大家 盡量不要來高雄 剩下的時間 隨時來高雄 觀光旅遊 大家都很歡迎 那我個人選擇 不要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要出來投票 意思就是說 由高雄市民 自己來做決定 罷韓的你去投票 我們尊重你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我們一樣 講究愛 包容 和諧 陽光 燦爛 我們希望高雄市是充滿的和諧 這個城市 本來這一年多 說實在的 全世界都在看 我們不希望有衝突 所以我希望所有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要出來投票 這是我的立場 謝謝 謝謝陳議員 那三會前呢 有兩件事情 謝謝